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小耳朵 今天你们过得好吗 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主播辣椒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文章 题目叫做 有一种男人 在爱也要远离 有人说 如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凉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廉价 其实我觉得 真正廉价的并非感情 而是明知付出不被重视 却还不懂得适可而止 要知道 人来人往中 把你放在心上的人 会给予你珍惜 而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你付出越多 反而越卑微 很多时候 你自以为毫无保留的热情 能够感动对方 可结果 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作家刘彤 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有结果的付出叫付出 没结果的付出 叫代价 对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你付出再多时间和心力 都是自讨没趣 对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你隐忍再多心酸和委屈 都是自作多情 如果不想让自己付出的真心 变成伤心 那么 务必远离 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别再傻傻地 跟自己钻牛角尖 这世间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相遇 都能被温柔以待 感情里 不是你委屈求全 就能开花结果 张又怡 与徐志摩之间 就是如此 这场家庭包办的婚姻 张又怡 始终都是尽心尽力地 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 然而 徐志摩的态度 却永远只有 冷漠 嫌弃 不耐烦 为了能和徐志摩 有更多的交流话题 张又怡 特地请家庭教师 学习了一年 但是 徐志摩 依然对她不理不睬 当发现自己怀孕后 张又怡欣喜地 告诉徐志摩 原以为彼此的关系 能有所缓和 不料 对方却决决地通知她 把孩子打掉 经过了这件事情 张又怡 彻底心灰意朗 那么多年 无怨无悔地付出 得到的 只有丈夫的冷漠 与嫌恶 最终 她决定签下 离婚协议 离开徐志摩之后 张又怡 真正地实现了 涅槃重生 不仅有了成功的事业 还收获了 美好的爱情 其实止损 这四个字 就不要再自欺欺人 要明白 有心陪伴你的人 永远不会让你感到 孤单和失望 只有不在乎你的人 才会践踏你的真心 对你视而不见 替而不闻 这一生 往事不可回首 岁月无法回头 不开心的事 尽量放下 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趁早远离 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遇见今后的美好 好了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